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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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停的变化 根据你的每天的活动和你的饮食 那你刚才提到 你目前的血糖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可以不吃药 但前提呢 就刚才您已经提到 我发现您可能是一个很配合医生治疗的一个病人 饮食的控制在糖尿病人的一生当中都不可能忽略 一旦你被证断成糖尿病 不管你在以后的过程中 你的血糖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是吃药还是不吃药 你的饮食的控制都是要进行的 锻炼和同样 它有同样的道理 这就是糖尿病治疗和其他病不同的饮食的控制和运动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减少了糖分的吸收 一个是促进了糖分的利用 那么至于说吃药和不吃药 你在自己监测的同时呢 要经常到医院去跟医生配合 比如说你即使来测的是正常 你可能过每六个月到医生去看一下 查一查你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 是不是像你自己查的那样 因为糖化血红蛋白可以代表的 八到十二周的这个你的血糖的情况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有人听说就是不应该多吃这个粮食 穀物 多吃肉 过去是有一种这种所谓的这个瘦身方法 就是碳水化合物不要吃的太多 对 那还要完全看您的这个身体状态 如果您的体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然后您的血糖呢 又比就是在正常范围 其实我倒觉得没有太多的严格的限制 那么对于一种体重如果过胖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建议你 主食的量一定要减少 所以就是碳水化合物 那肉类我们也不是建议你 一定要放开量的吃 也有一定的比例 比如说按中国的讲 一顿饭的肉类 蛋白类 你或者是肉啊 或者是虾啊 或者是鱼啊 一般是二粮左右 那其他的呢 我们只鼓励用豆制品 或者是蔬菜类来这个来补充 这样比你这个你血糖会过高 好 我们先生还有很多观众和提供 我们再来接一些电话 下一位是北京的于先生 于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想家好 我向您那个问一下 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遗传方面的这个问题 我想了解一下 那个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讲 这个糖尿病它的概率能有多大呢 而且它的这个是 父母跟子女像这个之间的遗传 是同性遗传概率大一些 还是异性的遗传概率大一些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饮食方面的 在食用一些食品当中 一些食品当中的含有的评价剂 像例如阿巴斯田 那这种成分 它是否对于糖尿病有一定的危害 就这两个问题 谢谢 好 非常感谢北京的于先生 好的 刚才讲到遗传 我主要提到了是一型糖尿病 一型糖尿病呢 也有遗传的这种倾向 因为调查呢 就发现在这个父母和子女之间 或者是同这个双胞胎之间 都有很高的比例 那么这个比例呢 也不一样 这个与你这个地区可能也不一样 那么还有第二个呢 就是非胰岛属依赖型糖尿病 这个遗传的倾向呢 比一型糖尿病呢 来得更高 所以你如果父母有糖尿病的话 子女得糖尿病的这个几率 真的是很高很高的 那么这里边 他刚才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性别的问题 性别是这样的 母亲得糖尿病的 子女得糖尿病的这个比例呢 比父亲糖尿病的这个来得要高 有一些数字了 今天我就没有去给大家去讲 如果是单纯是母亲得糖尿病 子女得糖尿病这个比例呢 差不多将近有40%多 那么如果父亲得的呢 这个比例可能百分之 不到百分之三十 而如果说是父母双方都有糖尿病 而子女得的 比母亲得糖尿病这个遗传的比例呢 还相对要低一些 所以母亲得糖尿病的 这个子女得糖尿病的比例会相当好 那就是说遗传给是给女儿更多和儿子更多 这个性别上有 这个没有很明显的 只是说从父母那里 但是刚才我要补充一点 这个遗传是有 但并不意味着你一定的糖尿病 如果父母有糖尿病 你的所有的子女都有这种 一发性 比其他的人呢容易得糖尿病 但是后天的因素是很大 尤其是这个二性糖尿病 所以这个预防还是非常的重要 说到预防呢 就是刚才北京余先生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他知道现在很多食品当中啊 加工的食品有添加剂 这个添加剂会不会造成 这个添加剂里边呢 又是各式各样的种类了 有一些添加剂的目的就是为了一种色彩 有的是为了一种口味或者香味 有的呢是里边有糖分 这取决于这个添加剂里边是不是含有糖分 如果说没有糖分的话 原则上来讲 因为食品添加剂都是经过有关食品 审计部门去检测 对人体有没有害 那是从对糖尿病角度来讲 如果它里面不含糖分的话 对这个糖尿病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如果有糖分的话 那你要计算你每天摄入的热量 这是应该注意的一点 关于饮食这个对这个糖尿病的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或者是预防有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回过头来再谈 现在我们线上还有一些 听众和观众 我们继续接电话 陕西的袁先生 袁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您好 袁先生 我想有两个问题要问一下 就是你像那个糖尿病人 他那个控制饮食 你说他能叫他吃多饱 是合适的 他经常有这种气贱感 他像我们平常有些食物人 他有些糖尿病人 自己就偷吃 这家里面看的时候也心疼 但是没关系 必须要控制他的饮食 不知道这个要控制到 什么程度合适 再一个就是糖尿病人 吃水果 能不能吃一些水果呢 吃什么样的水果合适的 如果能吃的话 好 谢谢吧 好 非常感谢陕西的袁先生 您这问题是非常好 实际上有很大的普遍性 是 我刚才讲到糖尿病 一旦真正糖尿病 你要终身的饮食控制 但是饮食的控制 并不是说你什么都不能吃 那么刚才讲到说 有饥饿感 那一般来讲 作为一个内分泌的医生的话 所以 所以 感谢观看